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文件 拒绝接受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 并表示条约对美国主权造成威胁 针对川普的说法 欧盟则警告 美国退出联合国规范全球武器贸易的条约 将打击全球对抗非法泛育武器的努力 并表示欧盟会持续呼吁所有国家 特别是武器进出口大国 尽快加入条约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川普日前在全国步枪协会年会演讲中 要求美国参议院终止武器贸易条约的批准程序 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批准这项条约 因为这项条约存在误导性 稀犯美国储全 因此他在审查条约以后 决定撤销这项203年前国务卿凯瑞签书的文件 根据了解 这项在2014年生效 并得到96个国家批准的条约 得到前美国总统欧巴马的认可 但迟迟没有获得参议院批准 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保护枪支拥有者的权利 条约支持者认为 条约并没有任何损害美国枪支拥有者权利的内容 但政府官员指出 活跃分子组织提出的潜在修正案 可以做到这一点 华府官员指出 美国已经对常规武器转让 实施了重大控制 其他国家则没有 目前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 前25大武器出口国当中 有17个国家都没有签署联合国这项条约 不过曾代表美国谈判这项条约的首席代表指出 川普的决定是个错误 并认为这可能会让世界更不安全 针对川普的行为 欧盟也发出警告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莫格里尼表示 美国决定撤回签署 对持续鼓励国际武器贸易透明 避免非法走私 以及对付传统武器的移转并没有帮助 他指出欧盟认为这项条约是国际致力确保和平 安全与稳定的关键 目前欧盟28个成员国都已经加入条约 决心追求条约目标 欧盟也会继续呼吁所有国家 特别是武器进出口大国尽快加入 令吉他人更协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